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故事下方 礼物赞赏一下 曼陀罗花的花瓣 根青还有叶子里 都含有强烈的毒性 舔上一口就能让人舌头瞬间麻痹 失去味觉 所以古时候的新语人 曾经将曼陀罗花捣烂 作为麻醉药来用 他用了一段时间后 就被新语国王给废除了 因为这种药真的会上瘾 短短几个月内 整个新语谷国就混乱不堪 无数臣民拿着锄头 来抢花回来吃 甚至为了一朵花 偏得泥塞我活 根据一本新语也是记载 明依旧大使 曾经品尝过 足足一碗曼陀罗花 他盛名吃完所有花之后 那感觉简直难以形容 比和一个美女叉叉呜物 那快感都要强上几百倍 曼陀罗花还有另外一个功效 那就是吃多了会让人产生幻觉 难怪祖尔村村民都信誓旦旦 自己看见了造王爷 所谓的造王爷 只不过是他们吃完大餐之后 飘飘欲仙的情况之下 看到的大老鼠罢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疑问 曼陀罗花不是只有新语 才存在吗 为什么会出现在祖尔村呢 于是我将质疑的目光 投向赖汉 赖汉为我要了一些止血绷带 捂住自己流血的手臂 然后就解释说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 为什么只有新语特有的沙漠天气 才能种植的花 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中国 后来师父告诉我 曼陀罗花在中国历史上 的确存在过 虽然只是谈话一现 但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甚至间接害死了曹操一家的 好几口人命了 我连忙催促说 哦 快说说看 我实在是没料到 新语的曼陀罗花 竟然会跟曹操一家子 扯上关系 曹操是三国时期著名的萧雄 他的儿子们一个个 也都是人中龙凤 曹丕还当上魏国皇帝 曹张当了大将军 曹池则才高八斗 为后世留下无数动人的诗篇 而曼陀罗花则是新语的毒花 这两样能搭上边吗 胖子也被赖汉一席话 给勾引了兴趣 叫赖汉别泼泼妈妈的 有什么一口气说完 赖汉笑了笑就说 大家都知道 曹操什么都好 就是有一点爱头疼 曹操患有严重的头疯病 喝药针灸什么的都没用 而且时不时都会发作 一旦发作起来 就会头痛欲裂 满地打滚 于是曹操向全国发布悬赏 只要能缓解自己头痛的病 上千斤风万户猴 后来一个西语商人找到曹操 声称自己可以让曹操远离头疼折磨 并献上一瓶曼陀罗花制造的药丸 曹操将药丸服下去之后 果然感觉脑袋不疼了 而且麻麻的特别舒服 当下大喜过望 重重赏赐西语商人 并且命令商人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要将西语的曼陀罗花搬到中原来 西语商人足足用了三天三夜 才用一种特殊的容器 将远在西语的曼陀罗花 往中原移栽了几百株 不过西语到中原实在是太远了 一路上都是沙漠 就这一趟便累死无数押韵的草兵 谁能想到 自从曼陀罗花传到中原之后 便在整个魏国风靡起来 因为魏国的文人们发现 这花好啊 吃下去之后浑身发热 舒服无比 感觉整个人都快上天了 一时间 魏国有三分之一的文臣武将 都沾上曼陀罗花的毒瘾 而那些不吃花的人 则被认为是赶不上时代的潮流 就连当时魏文帝曹丕 还有他弟弟曹植 也相继染上毒瘾 曹植吃了曼陀罗花之后 天天产生幻觉 甚至把自己嫂子真实 当成仙女下凡 不但非礼调戏 还写下了洛神父 曹丕则被毒瘾折磨得身体 越来越差 仅仅四十岁就死了 师父当年对我说呀 他在附近大山上打采了点 祖尔村周围山丘阴气浓郁 最适合曼陀罗花的生长 只要种下了 还一千年都不会枯萎 而且藏在这地方的古墓 十有八九 也是曹操那个时代的 我看赖汉从头说到尾都是很认真 尤其在提到自己师父的时候 眼神中还流露出一缕淡淡的忧伤 显然不像是装的 便问道 那你师父呢 也住在作尔村吗 不 赖汉摇里摇头 我师父二十五年前就进墓了 当时他走得很坚决 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他说这座古墓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他必须进去 寻找一个答案 为了师父 我等他出来 我便在祖尔村定居下来 没想到 这一等便足足等了二十五年 这二十五年 我天天被毒瘾纠缠着 还要想逢设法去骗那些上山的盗墓贼 用他们的耳朵跟造王爷换大餐 哪一天是人过的日子呀 但是我没办法 我必须活下来 等到师父出来为止 听到赖汉的话 胖子扑斥一声便笑了出来 我说赖汉啊 你啊脑子没毛病吧 你师父进去墓 二十五年都没出来 就算没被墓里怪物吃掉 你早就饿死渴死了 在这瞎等什么呀你 我不管 赖汉表情坚毅地摇里摇头 只要没看到师父的尸体 我就绝不会离开这座山 我答应过师父 我要替他守在这儿的 得 胖也是劝不住你了啊 我看呢 这曼陀罗花不但能上瘾 还能让人活活地整成脑残 胖子没好气地说着 但我和王元朝却暗暗点来点头 这赖汉虽然诡计独端 但却是一个孝顺的好徒弟 现在这个社会能因为一句承诺 苦等师父二十五年的人 打着灯笼也找不着了 我问他 那你守在这里做什么呢 赖汉咬牙切齿地说 在师父没出来之前 谁也不能带走这里的秘密 所以不管来多少盗墓贼 我都会把他们一批批地杀个赶赶紧净 原来是这样啊 我点了点头 觉得二十五年时间 已经把赖汉从一个正常人折磨成疯子 他的眼里只剩下守护这座墓 还要活着等师父回来 这样的人不仅可怜 而且还很可悲 这时候胖子八卦起来 我说赖汉啊 胖也觉得你师父挺厉害的呀 不但能够寻农点穴 找出这座墓的位置 还能孤身一人破掉这风陵阵 进入古墓 对了 你师父叫什么呀 该不会是盗墓界 某个大名鼎鼎的泰山北斗吧 赖汉回答 我师父平时是不到墓的 只有在手头特别紧的时候 才会捞一笔 因为他喜欢唱音戏 而且嗓门特亮 所以啊 戏班子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做喇叭肥 卧槽 他娘再说一遍 你师父外号叫什么 没等我反应过来 胖子两只眼睛瞪得溜远 他冲过去 一把揪住那赖汉的衣领 赖汉被胖子吓了一跳 哆哆嗦嗦地回答 喇叭肥呀 胖子听完之后 一屁股就坐到了地上 咖哆嗦地回答